想想看吧 连你都不再爱自己 谁可以爱你 爱孩子 那不过是自己不再努力进步 转移目标 推卸责任的一种办法 爱老公 无非是自己不想再去经历挑战 不想再去经历挫折 不想再去面临成长的理念 然后呢 转移一份工作 其实谁也没有想让你做这份工作 其实谁也没有委托你做这份工作 当然如果你的老公干了这么蠢的事情 委托你这份工作 那只能说明这个狼人笨 硬要把你培养成一个保姆 人家保姆活得都比你有尊严 你看你又要干活 洗地板 拖地板 然后呢 带孩子 然后呢 还要提供无偿的某些服务 拿不到任何工资 人家保姆过得还比你好 至少保姆还获得主人的尊重 因为他代表独立的 你呢 很可能连这份尊重都没有赢得 但是你不要怪 是谁瞧不起你 是谁对不起你 很重要的是你是你自己的主人 你把你自己丢到哪去了 在某年某一夜你把自己丢到哪去了 丢到哪一个垃圾桶里面 任由自己腐败 任由自己老去 任由自己又脏又丑 你说不对啊 我穿的衣服很干净 对不起你的皮看过去很脏 对不起你整个心胸 你整个思想看过去乱麻一团 我无法再去欣赏你 尽管你可能已经被称作母亲 我只能说 我们只能靠道义 继续保持对你的尊重 而发自内心的喜爱 可能已经淡然无存 各位 其实 只要你 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你自己身上 真正对别人的爱 来自于提供了一个美好的自己给别人 当你活得越来越精彩 你始终在30岁 40岁 50岁 都还那么美丽 都还那样的会撒娇 都还那样的有一种女性的味道 女人的味道 我相信在你身边的你的老公 站在你边上 得意洋洋 当初他觉得 多有眼光把你搞到手 对吧 所以 美好的家庭 就从这里开始 每个人呢 都可能因为自己的经济收入问题 然后呢 来决定 如何去善待自己 我觉得呢 聪明的女孩子 懂得 把钱用在最重要的 有价值的地方 什么叫做有价值的地方呢 我来教各位 有价值的东西呢 就是值 不能够用钱来衡量的 你的健康可以用钱来衡量吗 你的气质 你的修养可以用钱来衡量的吗 凡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地方 就是你应该投资的地方 凡是用钱可以计算出来的地方 就是你在没钱的时候 不应该去投放的地方 我告诉各位呢 把你的健康 把你的成长 把这种无法用价钱 来衡量的 作为最重要的投资 那你会说 哎呀 这个头下去也看不出 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我跟你讲 穿个衣服 立刻就有人说 哎 今天你比较好看 可是呢 没有人会因为你今天 比较好看一点 就对你提供多大的支持 但是会有人 因为你今天 呈现出更有文化 更有气质 更有底应 更有状态 而给你更多的机会 所以呢 我想呢 首先我们先做好规划 从健康开始 从个人成长开始 然后随着收入的增加 不断的改善自己各方面的条件 如果在你们家里 如果在你们家里 有那么几张照片 是你在欧洲 在莱茵河邦 是你去经历某些特殊的人生 是你去成长 留下的照片 那也许是你整个房间里面 最值钱的 因为 你时常在脑海里会回想出那张照片 因为那是你成长的动力 因为那是你人生 其实真正的财富 真正的财富 就是你到八十岁 九十岁 一百岁 躺在那个船上 将要离开人世的时候 还能回想起来的画面 而你人生经历了多少这样的画面 经历了多少 值得你心动 心跳 感动的画面 我觉得呢 在你还没有成为一个 人物之前 还没有成为一个 已经拥有稳定的收入 稳定的事业的人士之前 我认为呢 我认为 你的服装呢 不是美丽 好看 质地的问题 我认为你这个时候选择服装 要把服装当成一种语言 当你出席某种场合的时候 你不是要去穿得更好看 你不是要去穿得更鲜艳 更出众 你是要去穿出你想表达的语言 比如说 你想让一个老板投资你 你想让他感觉出你是很能干 或者想让他感觉出你是一个很需要别人帮助的人 你去之前你就要想象你的服装要怎么样穿得让别人感觉出你想要的东西 打个比方 如果你穿了一个黑色系的衣服 黑颜色的衣服 去跟别人谈关于合作合资的事情 就很难谈得拢 因为黑色本身就代表拒绝 黑色本身就代表距离 黑色本身就代表关闭 如果你需要跟别人谈合作 对一个女孩子来讲 你可能需要穿一个粉色的 你可能需要穿一个看起来比较柔弱的 让别人觉得很想教你 很想帮你 很想支持你 当然你说 嗯 我不需要别人支持 我自己很强 我只是想跟别人合作 让别人信任我 那你就穿得比较装业 穿起来显得比较大气 让别人看你一眼 觉得你一定是有精力 有思想 有人力的人 值得信任 服装其实在早期 在你还没有成为一个 可以不用去为事业奋斗的人之前 服装只是一门语言 现在呢 我都开始讲一讲你们最关心的 身材和那张小皮 因为多数的女性 一讲到年轻 你一讲到健康 想来想去 只想到她的身材 皮肤 其实身材和皮肤 是在你做好前面 我讲的那一切规划之后 你才顺理成章的 懂得去选择 否则的话 你不是去选择 而是去冒险 随便有人说 哎呦 那个化妆品多厉害 哎呦 那个护肤品有多好 哎呦 那个食物有多厉害 你就开始乱试 乱惨试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方向 你只是用投机的方法 来对待你的脸 最重要是 你先要放下投机的心态 因为女人是太好骗了 为了美丽 为了身材 很容易就会散诞 随便一个产家 她哪怕产品生产的很差 她只要广告词 能够做得很好 喊一声 相信我没错的 你可能就相信了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你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那些产品是好 你只是看了广告词被吸引 也就是说 吸引你的不是这个产品 不是这个科技 不是这个科学家的创造 而是 广告公司的那个人的文笔吸引人 让你去做了一个实验品 当然 这个世界上是的的确确有一些了不起的浮浮品 不过你还是要懂得选择 你会发觉 理性的液晶 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过程 在某个阶段 在某个阶段 夜经大量的出现 然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在某个阶段 你的情绪会兴奋的不得了 到某个阶段 你会消沉的 非常的低落 其实 这是自然的轮回 如何应用到 看衰老当中来 事实上 如果你知道 跟着自然界的规律走 你也就会享受到自然的恩赐 那就是 学会烂自己的身体 也经历这个阶段 满和空 女人 有一个特别的周期 这个周期呢 就是每八年 会有一个突破 零到八岁的孩子 主要伸展身上的哪个部位呢 不是身高 不是肌肉 真正健开的女孩子 在零到八岁 是不应该长得胖 不应该长得壮 不应该长得高的 如果她在零到八岁 就已经长得那么丰满 然后就长得那么高 我看不是件好事情 因为 零到八岁的孩子 她主要伸展的是 体内的器官 而不是外观 男孩子 是焚七一个周期 女孩子 是焚八一个周期 到了八 这一年 她就说 到了新的阶段 所谓新的阶段 就是有很多的东西 会发生重大的转变 八 零到八岁 长气官 如果你在零到八岁 给她的食物 没有让她长好 内占器官 那么这个孩子将来 他的健康状况 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人呢 是一个巧妙的 大自然的一个设计师 当你身体 长得五脏六腑 气官 在零到八岁 长得不够好 不够强壮 力量不够大 就好像一辆车子 出产的时候 他的马力不足 人家是四点二的 他只有一点三 那么 这辆车 后来整个状态 就被限制在 这一个范围内 同样的 当零到八岁 你的身体内占器官 没有长得足够强壮的时候 你的身体 就会根据这个内占器官 来重新设计你的外观 因为 假设把你设计的太高 可是你的内占器官 却不能够完成 这么远的工作距离 那么 你的身体 就会被迫 把你原有的 遗传的身高 把它减矮 因为没办法 这个应输不方便 因为你的身上的各个器官 要工作来满足全身细胞的需要 8到16岁 对一个女孩子来讲 她就是生长 外形 在营养结构上来讲 0到8岁 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 就是脂肪和蛋白质 脂肪和蛋白质是构成人体内占器官的关键 同时呢 适当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可是呢 8到16岁的女孩子呢 就不一样了 她所需要的养分呢 能量需要增加了 所以碳水发合物需要增加 那么她需要增加一些 五股杂粮 豆类 地瓜 南瓜 来增加自己的体能 因为这个时候 她每一天 她的骨头都会发生变化 破骨细胞 将她的骨头 里面的细胞 把它 等于是把它解开 把原来的这个骨头结构 解开 松开 然后呢 沉骨细胞 让你的骨头再往上伸展 再往上伸展 每一天都会发生这个事情 8到16岁 展出了整个外观隆起 如果你巧妙地应用这个机会呢 带你的孩子 在8到16岁的时候 给他充足的营养之外 还能够教他做一些 适当的运动 他的外观就会长得很好 可是如果0到8岁 你就让那个小孩 天天去运动 完了 这下场了 这个小孩呢 太早形成外观 可是内战器官还没有展足够 能量被分配到了外观 可是8岁之后就不同 8岁之后呢 他不但可以补充养分 他还可以开始做一些塑造体型的动作 也就是说一些运动 8到16岁 8到16岁 尤其是那一个8 8 16 24 32 40 48 每一个 那一个关键的位置 那一年 8到9岁的那一年 16岁到17岁的那一年 16岁到17岁的那一年 40到41的那一年 以及48到49的那一年 那个是个关口 对女性来讲 24岁这一年 是一个很关键的 因为这个时候呢 女性的生育能力 到达一个辉凡的时期 从24岁 开始发展到 下一个8 就是32岁的这个段 是女性 这个准备生育孩子的一个最佳周期 而这个周期呢 身体为了让下一代孩子 得到非常强健的体魄 女性在这个阶段的消化 吸收应用养分的人力 会大幅度增加 储存养分的人力 也会大幅度增加 这个时候 是你可以很好的 大吃大喝的时候 但是重要的是 你还是要懂得吃 别大吃大喝一些垃圾 结果让身上 长出一堆垃圾出来 如果你这个时候 吃的东西非常好 哇天哪 生孩子对你不但没有伤害 而且你会生一个孩子 没准又长高几公分 生一个孩子又长高几公分 而且越生孩子 越表现得越年轻 因为每生一次孩子 都会把你体内的毒素带走一些 每生一次孩子都会带走一些 每生一次孩子 身体就会排空一下 然后重新建设一下 生一次就会重新建设一次 可惜很多做母亲的人 哎呀 生一个孩子 真是叫做男产 很男生 那生下来之后呢 都不懂得如何去调理自己 生一次孩子就糟蹋一次 生一次孩子就糟蹋一次 实际上呢 这就是整个自然的一个规律 排空重新建设 排空重新建设 所以女人 你们有一个特殊的周期 就是夜经 夜经来的那一个礼拜 身体大量排空读书 但是为了排空读书 也排了大量的血液 这个时候身体奚落变空 很多人变得很烦躁 很不安 可是呢 其实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事情 那就是排空之后 整个身体就有重建的机会 也就是说身体就可以重新造血 也就是夜经排完之后 的下一个周期 下一个礼拜 那一整个礼拜的时间 就是身体开始重新造新的血液的时候 新的血液 各位 每个月你有机会造一些新的血液在你身上流通 你的脸色怎么可能会这么黄 怎么可能会这么暗 怎么可能会这么难看 你怎么可能会这么老 因为 你每次夜经来了就来了 走了就走了 从来没有给自己特殊待遇 明知道自己有特殊时期 可是却没有特殊招待 联系流了将近一个礼拜的血 你居然在这种时候都不知道如何去照顾自己 天哪 各位 为什么大多数的女性手脚都是冰冷的 为什么大多数女性会缺乏自信 因为每一个月的夜经让他丢失了很多的能量 让他丢失了大量的血液 他不知道如何借助这个机会 让自己身体重建 如果 你巧妙的应用这个机会 在夜经排放完之后的下一个礼拜 整个礼拜 整个礼拜里面 大量的增加铁质叶酸 连吃他一两周 然后呢 两周之后就不需要了 都不需要吃那么多了 吃一两颗就够了 因为他错过了照血的时间了 保持基本的照血量就够了 但是这个夜经走掉的那一段时间 从一来开始 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不停的丢血 当身体不停的丢失血液的时候 他的造血能力也不停的下降 OK 等到夜经排完的时候 身体开始重建 你就给蛋白质 给维生素 给矿物质 再给铁质叶酸 然后呢 在联系的一到两个礼拜里面 你就每天九点到十点之间就去睡觉 睡他一周就好 保证你睡他一周就好 你的脸色突然之间好看得不得了 比任何服服品化妆品都来得好用 然后等你造出 哇大量的新鲜血液 在身体里面流通 皮肤变得干净 光亮 饱满 在这种时候 再做点护肤 再做点化妆 哎呦 那个都是美的不得了 这是个技术 夜经是个周期 八年是个周期 八年什么时候 就是16岁 咚咚咚咚咚咚 快到24岁的 那最后的那一年左右的时间 就是你的身体 准备重新专修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一年好好地吃食物 等会我们讲的那个 营养早餐啦 然后呢养生茶啦 然后排毒技术啦 那就好好地在这个时候 好好地用 用到这一年 后面的八年都可以享受 招摇 到处吸引人去 哈哈哈哈 女性最后一段 可以改造自己的时间 大约呢 就是在49岁左右的 这个最后一段 这一段呢 是身体进入更年期 之前的前兆 更年期呢 是难免要进入的 可是所谓更年期呢 就是你身体更新换代的一个新的阶段 50年才碰到一回 这一年呢 为什么你会感觉到潮红潮热 为什么你会感觉到心翻气躁 因为这一年呢 整个身体内部构造呢 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你的荷尔蒙分闭 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你的骨头的骨盖流失 以及这个吸收盖的能力 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所以在最后的这一年 你一定要好好地去捕捉这种机会 这个机会呢 就是要想办法 彻底地把身体的毒素排掉 另外的话呢 在49岁的这一年左右 第一个 准备好大量的植物性的蛋白质 以及植物性的 带有雌极素的那些食物 尤其是我身后的这些五股杂粮 这些豆类 就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 我来教各位制作一种叫做养生茶 简单地讲解一下 中医里面经常讲 红豆有助于心脏 绿豆有助于肝脏 然后呢 白色的豆有利于肺脏 然后呢 黑色的豆有利于肾脏 黄色的豆有利于脾胃 这个是中医的讲法 这种讲法呢 我觉得呢 有它一定的道理 但是呢 我觉得让普通百姓 这样子去区分 有相对的难度 所以呢 干脆我们想一个办法 把红豆 利豆 黑豆 白豆 环豆 青豆 所有你喜欢的豆 各抓一把拿来煮 这样不就什么部位都保护了吗 对吧 可是呢豆类的蛋白质里面呢 少了一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这种氨基酸里面 这种氨基酸呢 在这个小米 黑米 里面有 所以一般来讲呢 我建议呢 在这样的一个杂粮当中呢 再加入少量的 黄米 小米 或者黑米 将来我们想把它制作成一个 专业的产品 另外呢 那么还可以学习吃营养早餐 营养早餐呢 也是将那些高能量 高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 做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呢 一般来讲呢 每个人只需要花两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制作出来 早餐 主要的颜料 一杯 250毫升的酸牛奶 加上一个熟鸡蛋 加上一个苹果或者香蕉 然后呢 加上一个蛋白质的补充品 蛋白粉 然后呢 你还可以再加上一些 你喜欢的豆类啦 小麦配芽粉啦 酵母粉啦 之类的东西 或者加入你喜欢的芝麻啦 橄榄油啦 坚果类的食物呢 营养餐的制作 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那就是 越完整 越均衡 越好 有一个口头禅 叫做 什么都不多 一个都不少 在你配置营养餐的时候 种类是越多越好 但是都 数量都不要多 种类可以越多越好 你想加什么几乎都可以 你想说 我可不可以加一点核桃啊 我可不可以加点蜂蜜啊 我可不可以加点板栗啊 我可不可以再加一点 这个北方的那些坚果啊 我可不可以再加一些 我喜欢的这种豆类啊 艺人啊 水艺 你想加就加 你说我想加点南瓜 煮熟的南瓜 煮熟的地瓜 可不可以 都可以 所以记住只要一搅拌 它就变得很容易吸收利用 所以营养早餐也是一样 用搅拌机搅拌碗 好了 现在呢 我要来教各位呢 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 刚才讲的满和空 如何掌握这个周期呢 但我们知道说利用一些特定的 比如说 坟八的这样的周期之外 在平时我们也可以把一年当做一个周期 一个月当做一个周期 一个季节当做一个周期 一个工作时期的这种 比如说你这个阶段正好比较有空 或者你这个阶段正好工作比较忙 也是一个周期 周期可以自己来做安排 我们现在呢 就应用一种技术 叫做排毒排空技术 这种技术 每一个月可以用一次 每一个季度可以用一次 每一年可以用一个大的周期 叫做断食排毒 断食不是绝食 只是中断了平时习惯的那些饮食 把它更换为 不会造成身体负担 能够帮助身体清洗排毒的食物 什么样的食物能够排毒呢 首先含有大量的水分 其次还有大量的活性成分 尤其是大量的氧气 再来含有大量的酵素 都可以帮助排毒 所以呢 比如说这个礼拜 正好呢 你发觉呢 夜经快来了 马上都可以进行排毒 反正夜经也要排毒 干脆排他一干二净 这个时候呢 就联系一个礼拜 在夜经快要来的时候 就开始做准备 炸一些果菜汁 胡萝卜 西芹 黄瓜 萝卜 甜菜 山药 土豆 这些能够榨汁的 都可以把它组合在一起 你只要自己喜欢这个口味就好了 一天呢 大约喝八杯 然后呢 记得要辅助一些营养素 每天呢 要辅助大约16克左右的蛋白质 然后呢 每一天呢 要辅助最少20毫克的维生素B1 B2 B6 所以你可以去购买一些多种营养素 以及当独的维生素B组 另外呢 维生素C能够帮助对抗病毒续颈 以及呢 增加免疫力 维生素 维生素B呢 主要是用来帮助肝胀解毒 增加身体所制造的解毒酵素 然后呢 矿物质 钙美心同盟 有助于制造解毒酵素 这些最基本的是需要做准备的 如果在断食排毒当中 还增加一些大蒜素 软磷子 这些呢 也是不错的选择 或者呢 再增加一些流心酸 葡萄籽 牛奶剂 来帮助增加肝胀解毒功能 增加抗氧化的能力 也是一个不错的安排 我们都会在随后的这个 出的这个小册子 里面做个 这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现在呢 就教各位关键的东西 榨的这些果菜汁呢 在喝的时候呢 有一个关键 叫做不可以一口干 那个叫做冲厕所 喝水呢 一定要一口一口慢慢喝 每一口水都应该跟你的唾液 跟你的唾液混合 所以喝到嘴里的时候 喝下去 享受这一口水 要使你的舌头 能够品味到整个的那一口水 那一个果汁的味道 享受它 一天喝八杯 慢慢喝 连续三天 都可以把身体的毒素 往外排出来 当你 这三天当中 只喝果菜汁 不吃别的食物的时候 首先你的消化 负担就没有了 因为全部榨成汁了 于是呢 你在消化上 所消耗的能量 就可以用来 在这个身体排毒上 增加能量 增加身体的能量 来帮助排毒 sim毒 虑